大家好,欢迎收看彰化线国际教育全球资讯网人物专访节目 我是主持人林基祥 在21世纪全球化的国际社会里 地球村的观念渐渐直入人心 国际教育已成为现今教育政策重要的一环 除了靠政府的推广之外 学校及家庭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透过现代科技与国际社会互动 建立友谊与合作的关系 以培养学生宏伟的国际观 为了让大家对国际教育有更多的了解及进一步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要透过镜头带大家到彰化县西州乡西州国中 采访一位具有杰出领导能力及国际观的校长 张耀忠校长 我们要请他畅谈他的教育理念 以及对国际教育的看法 我们想借由他的分享 让大家更了解国际教育未来的展望 现在我们就把现场交给外景记者林淑源 校长我们都知道西州国中魏云南彰化 属于偏乡的学区 那我们都很好奇说 当初校长是基于什么样子的动机还有理念 想要在西州国中推动国际教育呢 我想科技的进步带动生活的便利 那么也米平了城乡的差距 但是我想尽管如此 资源的取得城乡毕竟还是有差距 所以尤其近年十二年国教的实施 还有整个社会形态更多元更活泼化 所以一直担心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学生的竞争力到底还有没有 到底还有没有 所以在学校的经营方面 个人一直有这样子的隐忧 那有这样的想法 是不是让整个的教学形态更为活泼化 因为免试的这个区块带进来 让孩子整个的学习意愿跟动机感觉上相对薄弱 因为我一定会有学校可以读 所以我想透过国际教育 那么我的想法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活动 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意义 那么更生活化 透过这样子的过程 让孩子觉得学习其实能够跟生活结合 那样子的学习 认知学习才能够产生他的学习动机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那么当然也有几个问题 促使我更加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想第一个 我们学英文学那么久了 学了十几年 那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到现在为止遇到外国朋友 依然有口难言 所以一句话讲不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想曾经有一句话放在我心中很久了 人家说英语力就是竞争力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 我们也常常在谈 立足西州 放眼国际 那么你到底凭什么来放眼国际 你有什么能力来放眼国际 所以我想 这三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 所以我就想说 是不是借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来实施 当然让我加速 更促使我实际去推动这样子的念头 是因为我想我看到了两点 很好的一个见证 在个人以前曾经服务的学校 有两位会长 他们没有很显赫的学历 但是一个日文很好 另外一个是英文不错 那么凭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那么再加上它有一个很好 很良好的一个工作态度 那创造了 它今天在事业上的一番成就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想有一句话讲 增加小孩也会出现完 那么来到西州四年 那我看到我们的孩子 毕业出去的 在各高中 不管高中或高职 甚至现在已经毕了业上大学 他们都有很不错的学习成就 所以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很骄傲 很肯定的 所以从企业人士成功的经验 从我们毕业的孩子的一个成就 所以更加让我肯定 其实这边的孩子绝对是可以做这一块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促使我 这个想要做的一个很大的原动力 谢谢校长 那我们也很好奇说 大家都看到说国际教育的一个重要性 而且也会提升每一个人的竞争能力 那我们也希望校长是否能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校长如何在西州国中 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想很多时候万事起头难 那么从武到有是最困苦的 那么我说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人士教育协会 我想在一个机缘底下认识的林理事长 就是因为从他那一边 那么才开始了我们学校的这个区块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常常在想 没有前面的一点 就不会后面的这一段 所以因为林理事长来协助学校 第一个从国际视讯开始 从国际视讯开始 所以我们也跟了好几位外国友人 那么好比说像Mike 还有这个Matthew 很多的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做了视讯 那么当然还有最近 从我们的外国朋友Mike 从美国来到台湾 那么来到台湾之后 来到我们学校的访问的行程 让我们整个学校的老师跟学生都动了起来 所以那天足足一个早上行程 从Mike到学校来 那么孩子的欢迎子 老师的这种欢迎海报 甚至在会议室的简报 节目提问 接下来孩子到街上 去做一个传统市场的一个介绍 还有喝珍奶 持肉粽 臭豆腐 乃至于到后天宫 叫Mike拜拜 还有拔杯 接下来我们也安排了 乡长的拜会行程 所以我想这林林种种 我想都展现出 我们老师 也刚开始想要尝试国际教育最快 从这整个活动当中 让我们看到孩子那种喜悦的眼神 我想从中让他们也很乐于 很乐于觉得说 这个学习如果能够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那是多么有趣的事 我想从孩子的表现 孩子的申请 更加让我笃定 肯定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我心中也一直认为说 只要是对的事 我们就坚持下去 那么当然中间过程当中 还有另外一位外国友人 林老师的外国友人 叫Sean 他来学校一学期 那么也帮助西州国中的老师 拍了一些片子 现在在YouTube上面 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我想不一定课业好的孩子 才能拍片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肯学习的孩子 那么你都可以来拍片 你都可以来上镜头 我想每一个人都需要成就感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舞台 所以我想教育就是点点滴滴 从这很多的小地方 让我看到了国际教育 这样子的果实 所以我说 这个在实际的推动过程当中 现阶段让我觉得说 这样子做的 的确是更加深更肯定 当初的一个动机跟念头 谢谢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而且我们也真的为西州国中的学生 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幸福 有一个对于教育充满着热忱 而且对于每一个学生都不放弃 希望说校长日后在教育界 继续坚持你的理念 相信会为我们整个台湾地区的学子 带来无限的希望 我想让孩子来的时候不后悔 让家长能够放心 这个是我想经营学校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那么虽然推动国际教育 这是一个不能说首创 但至少比较少有 那我也愿意透过我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成就 或者是有任何的困境 我想日后一路走来 我都愿意把这样子的经验 那么来跟其他同好 也愿意来推动这个区块的伙伴们 我很乐意能够来做分享 也借此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那么看到我们西州国中的孩子的成长 我相信就能够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是实在必行 我想国际化是个趋势 那么如何培育孩子更具竞争力 然后更有说服力 我相信这是日后我们教育 应该要着眼的地方 谢谢苏妍老师 谢谢 谢谢校长 谢谢 感谢张校长接受我们的专访 他的工作热忱与创意 深受大家的肯定 实在是教育人员学习的榜样 从西州国中的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国际教育 不再是一个宣传口号 而是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真实有趣的体验 未来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创造国际化的教育环境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提早做好准备 以成为未来优秀的全球公民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会